中華官政府為了鼓勵民間加立保障老廚外化經營 暗地老廚的行列 說按這個1505年開始 辦理老廚外化再利用的價位 今年說已經進入第三黨路 文化局長但文彬是特別來到和美人 歡迎你的討伐和家庭前講 基盤1507年老廚補助價位正常記者會 共同替這些鋒賣不記得帶來 文化局六合上後在和美環社里 討伐和家庭前講中基盤1507年老廚補助價位 增見記者會 為了鼓勵民間加立保障老廚外化經營 營地老廚的行列 自1505年開始已經補助21間老廚 行個真好 也就是帶動社區營造的發展 其實一間一間的老廚 我們把政策起來 我們就要發覺到說 第一它讓環境變好了 舉例來說 請像我們洛義園進行建議 這裡卡里山這裡 我記得我在年來的時候 這間這裡是廢墟 還是廢墟 而且是我們這裡所看到這間土屋 那時候這間已經要崩下了 整個要崩下了 也很開心就是說我們在地的年輕人 他願意回來 然後呢用他的力量來修老屋 他不單把整間房子整修起來 而且外面用一個很漂亮的咖啡廳 這也是社區間隔動員起來 所以其實我們都希望說老屋修散 其實它是只是丟出一個拋磚引玉 我們拋出一塊磚 那真正的育呢 其實就是社區 這個社區 大家共同來參與 自小巻生活在這間土屋的處處林靖隆表示 這間土屋本來已經是要倒去的圍牢 他也因為他後這間客戶 他會來懷念這間老屋 透過文化教修宣老屋補助家圍 讓老屋新的家庭和意義 這間老屋已經頭到幾百年就輸了 以前我們說我們阿嬤在的時候 怎麼住在這裡 他們沒住在這裡 我們爸爸和媽媽 還有我們小小孩 為什麼都住在這裡這麼大 那已經那麼久了 那如果做文化也討厭就好 現在那些老屋都這樣 都會躲著 有時候那個觀光客走過去 像年紀比較大的長輩 他們會知道說這個是投靠主 然後他們就會來這邊看一下摸一摸 然後就會跟他的小孩子他們講 所以我覺得這就是本來要做的東西 就是說給大家看這個建築物 以前的建築物還在 然後可以傳送給下一代 讓大家知道說有這種房子在 文化球中丹文兵 大力昆町環夏里 老屋外化價位的性格 對土家座的修善工程 少年人到集社區贏則 住名經典 卡里善之術 加上社區贏則的木頭人道丁丁 可以看到公佈門 結合民間 和社區力量 展現出老屋外化價位的豐富性格 多加上新博人家紅五合幣 彩虹伯德 好